还有裴洛西 因为目前在围台军演 所以大家对于裴洛西特别有感觉 上次因为她来 才会有第一次围台军演 那裴洛西到哈佛去领一个奖 杰出公民奖 在这里就有毕业生在台下等着骂她 我有看到那个视频 毕业生真的非常愤怒 一个女生 骂得很大声 而且滔滔不绝 你真无耻 怎么好意思领奖 然后讲那个种族灭绝等等之类的 然后你看 你真无耻 然后讲了讲了之后她被请走 那裴洛西在台上这个场面非常的尴尬 丽将军怎么看待中东的一些动向 我特别要讲 加上这个地方 如果说不是种族灭绝 什么叫种族灭绝 现在加上来讲 唯一一个能够将人到物资送进去的 就是拉法口岸嘛 那拉法口岸现在也被以色列占领了 那为什么以色列占领以后 我们应该认为说是她都开始会对以色列 对拉法地区发动攻击 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停了一两个礼拜 都没有动静 其实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没有提供她炸弹 美国也是感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 所以她2000磅的炸弹没有提供给她 总共原来预计要提供给她1700发 那在这种为什么不能提供呢 因为如果说是她没有这些炸弹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哈马斯很多都躲在地道里面 她必须要有专地炸弹才可以对这些哈马斯来发动攻击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国际舆论 对于这个以色列政府来讲确实是很大 但是很特别 现在法国表态 我说德国也要跟进吗 德国啊 德国因为当初 德国其实我想说这个以色列这边 它对于这个加勒人民的那种残害来讲的话 这是基本上面一点人道 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情 这已经无可置疑了 那德国当初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曾经虐待过犹太人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觉得说好像跟时空变坏 他这个时候去谴责以色列好像当初我不爱你 现在去谴责你好像有点不太对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最后我必须要对德国还是表示很佩服 他最后还是站在人道立场来讲说我们将遵守法律 也就是他将遵守ICC的法律 对纳坦雅胡提出这种就是逮捕令 那我想说全世界来讲对纳坦雅胡都要提供 提供这个赞成这个逮捕令来讲的话 那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纳坦雅胡确实是在这件事上面 是违反了人类的一种战争罪 或者是这个人类的一种灭绝人类的一种种族的 最后这一定是无可置疑的 那现在唯一一个就是美国来讲的话 他现在其实菲洛西他到那边去演讲代表 也就是美国人民的普遍的看法 但是美国他不管是媒体或政治人物 全部被犹太人绑架住 所以包括大学的学术 就是那个重问值很高 现在美国的高官之前是布林肯嘛 他去听证会也是被骂了一番 然后佩洛西也是如影随形 所以这些学生代表说 他们还是有一点基本的这种人性本质在 因为任何人都看不下去 你今天已经残害三万八千多人 这三万八千多人 百分之七十都是妇人跟小孩 你怎么去讲 现在在加沙那边老百姓 我们都看得出来 他将来只有几种死法 最后你自己选择哪一种死法 第一个就是要不然就饿死 你没有食物 对不对 纳坛亚我自己亲口讲的 他说我们这二十二十个人 怎么可能才二十二十个人 他还讲说美国二十两万人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病死 因为你没有医疗器材 你现在传染病又在传染状况之下 你没有药 第三个就是要不然就是被炸死 两个中国大陆有关的 我请亮哥来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5月17号大陆推出了这个旧楼市 旧房市的一连串的政策 有很多的形容词 什么史诗级的 史上最大规模 目前至少七十一个城市 推出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是以购代件 这个是以旧换新 以旧换新的相关政策 由政府来收购二手房 这个政策要加速落地 那确实是蛮有效率 因为一般民众来讲 他要自己去太旧更新 尤其如果说是年纪大一点的话 你不签条约 再找新房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所以直接由政府单位来收购 居民的旧房更有效率 这个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能够想出来这个方法 当然也只有大陆那种举国体制 那种体制可以做 对 只有那种举国体制 才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他这个是这样 就是大陆有钱的人 都是已经有房子 对 那坦白讲 还没有房子的人 钱都不是很多 那他希望能够增加 这个房屋的资金的投入 可是人家已经有房了 我为什么要再多买一个 所以就说你的旧房子 就是就政府成立一个很大的机构 来收购你的二手房 对 二手房的去化 对 然后你就去买新房吧 那然后这里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中央机构当然有钱 那各省市 请问这笔钱要从何以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有一些城市比较有钱 它可以处理 那可是有一些钱 有一些城市财政不好 那钱从来里来 那第二个就是 你手上满是二手房 那你如何卖给需要房子的人 这个需要有 这个简单讲叫房仲 或我们台湾就叫什么 反正有各式给他卖房的单位 那他现在就等于是 由政府成立一个很大的一个卖房的机构 可是他们真的有卖房的经验吗 你以为房屋那么好卖吗 我讲的是二手房 那他还讲到说 也许我也要成立像新加坡那种 就是社会住宅 公宅之类的 那我跟你讲 这里就牵得到 要有相当好的管理能力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 我跟你讲 你看他的逻辑 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是真正执行起来 也许你 增加了买房的资金的流动性 这一点比较没问题 这可以达成 可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钱从来以来 那这也是一个债 那那个省市如何去还那个债 那这个就取决于你这个二手房 能不能有效的交易 要么就是有效的租出去 那这个要有一个很厉害的管理单位 这个 所以这种子当然就丢给政府 从百姓端来思考 对对对 所以百姓端当然乐乐见 因为你增加了房屋的流动性 有买卖 这个当然就是旧房市 这没有错 可是接下来就是考验你政府的 管理跟行销的能力 这个坦白讲是大灾问 都根 旧房都根 都根也是很麻烦 反正我不知道什么方法 因为我知道大陆也有一些 比较想照顾弱势者的人 还有说有些就用社会住宅 共屋 那可是这个就需要有一个管理的机制 就是你要有新加坡那样的本事 我觉得它旧房市确实可以带动一定的效应 但这个举措好像在其他国家没有看过 没有办法 因为你银行又不是你的 这个就是因为你银行在你手里 财政机关也在你手里 你印钞也可以 发债就好了 中央一声令下 通通都是在你手里 所以比较难的地方 不是房市的资金流动 而是你怎么去管二手房 那如何让二手房成为一个循环 可以卖得动或者是能够租出去 这就把原来本来的这个民间的交易机制 比较复杂的部分就放在政府的身上 你政府各级单位 你自己要去挑起这个责任 未来的考核 你认为政府有这种能力吗 就考核 考基就看这里 对呀